因为都爱玩游戏 王思聪跟林更新成了好友 俩人好到啥程度呢 好到能给对方送充气娃娃 但昨晚俩人一起在某直播平台吃鸡时 王思聪把林更新这个猪队友 真的骂成了林更 其实在娱乐圈里 像这样恩爱无边一照翻脸的 越南恨女还真有不少 杨敏和唐嫣从前 堪称是娱乐圈的模范闺蜜 杨敏结婚时只找了唐嫣一人给自己当伴娘 可见对这位知己的重视 可后来据说俩人因为一部赏金猎人 陷入了争绝风波 最终唐嫣挤走了杨敏 如愿获得女一号 从此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因为一次抢绝跟杨敏闹掰的 还有她泰迪姐妹团的闺蜜霍思燕 团圆们之前那是party不断 好到能穿同一条裤子 但后来王的声言开拍 据说杨敏一开始就对里面 欺负人的一决非常心动 但不料被霍思燕横刀夺爱 最后俩人再无互动 泰迪姐妹团名存实亡 在新环珠里 饰演琴儿的影宝 跟饰演金锁的孙耀奇成了闺蜜 可孙耀奇在一次直播时 爆料陈晓与赵丽颖关系暧昧 拿闺蜜吵人气 这事赵丽颖知道后相当生气 从此闺蜜变路人 张绍涵和范美琪当年也曾是一对好姐妹 合唱的一首《如果的事》 唱的是甜甜蜜蜜 可不久张绍涵生日那天 范美琪发了一条 疑似讽刺张绍涵没有上过大学的话 双方粉丝随即开始了一场 旷日持久的互主口水战 俩人也慢慢疏远开来 林心如和贾经文 也曾是圈内有名的好闺蜜 但自从贾经文和孙志浩走到一起之后 就有传言说林心如打起了孙志浩的主意 想要撬闺蜜的墙角 俩人据说因此撕破了脸 关系是如水火 有你没我 也再没有在公开场合同过框 都说花五百日红 人无千日好 对明星们来说 可能真的没有永远的亲闺蜜 只有永恒的曝光率